荣耀归上帝,喜也好,忧也好,有耶稣的陪伴是最好,哈雷路亚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五,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死的掌权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同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是那以后要来自人的像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亚当由于不顺服而释手 撒旦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神 因为他从亚当那里得到了权柄 这显然导致了死亡的掌权 记得神曾对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这里所说的是属灵的死亡 属灵的死亡导致了肉体的死亡 所以,我们的主题经文说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摩西的律法,死就掌权了 但谁是掌死权的呢? 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一样的 好借着死毁灭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所以,撒旦实际上是在背后的掌死权者 然而,这里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我想让你们注意到 死的掌权在摩西律法出现时就结束了 因为死的掌权是从亚当到摩西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 如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宣告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一样的 好借着死毁灭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死的畏惧 而被捆绑的人 英王清定反之意 他们被捆绑 并不是因为死在毁灭他们 而是因为他们害怕 对死的畏惧 把他们留在捆绑中 然而,死在律法出现的时候 已经停止掌权了 意思是,通过基于亚伯拉罕 制约的律法 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胜过死亡的能力 但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一生因怕死而被捆绑 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在害怕 对死亡的畏惧 死人被捆绑,但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人从死亡的畏惧中释放出来 圣经说 知道基督既从死亡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同治他 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 基督就是耶稣和他的身体 教会 头和身体构成了基督 如果死亡不再掌管头 他也不再掌管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 死亡在你身上也没有能力 圣经说 你已经被带入了生命和不朽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 荣耀归给神 哈雷路亚 请和我们一起宣告吧 我无所畏惧 因为死亡已经瘫痪了 完全被耶稣打败了 死亡被吞咽 瘫痪了 哦死啊 你的毒勾在哪里 哦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当耶稣战胜死亡时 我在他里面和他在一起 我已经胜过了死亡和坟墓 哈雷路亚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七节AMPC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命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